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 今天和大家分享 我刚做的这个 鸡笼和 鸡房 鸡窝 应该叫鸡窝 鸡笼 看一下这个 养的鸡 那整体呢 是这样 这边是这个 门 保险的 然后可以打开 那 这下面买的是这个 一包专用 就是专门为 鸡房用的 铺在这个鸡房下面的 爆板花 那 那 这个门呢 我做的是 用边线 带环 然后到这边 那 可以拉开 这边呢 是有一个 操作过程是这样的 晚上积进去之后就可以 观赏 白天打开 这个鸡房 上面呢 是有透气的 然后两个 窗户采光的 这些板子啊 用的全都是 Playwood 就是托盘 托盘 的木桶 什么样的 比较好呢 就是 装地板的托盘 是最好的 这些网子呢 是买的专门 养鸟的 应该不是养鸡的 养鸡的网子会大一点 孔 孔眼呢 会大一点 那这个会小一点 价钱比那个养鸡的 稍微贵一点点 我这里边的木头呢 都是托盘 这旁边的都是托盘的木头 顶部呢 也是从 旧的上面 拆出来的 这些roof 这个就是 剩的防水地板 因为不够了 就用了一片 挡在那边 要不然还要单 就买了 就买了一包 这个 一包这个roof single roof 然后正好全部 订完 然后最后就 插了这一片 就做了这个 这个地方呢 我们打开 这边也有一个 打开之后呢 这是为了 以后翻蛋 可以 拿蛋的地方 那里边就是 这样的效果 合起来 然后把它一锁就可以了 这些木头外边呢 订完了之后 我都上了一层防水的U7 这个门也是可以打开的 然后 是两个门 为了以后 这个做清洁比较好 然后直接把那些捞出来 放上去新的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 这边做了一个门 这个是 拉一下 这个门就可以打开了 那 做了一个 上去的梯子 也许鸡长大了 用得着用不着不知道 我看YouTube上 大家伙都做了这样的 我也就做了 那 鸡呢 是 在里面 一个有八只鸡 这个是 可以装七磅的 鸡食 喂鸡 吃的 这是 刚做的这个 饮水的 自动的 那就像这样 里面有一个 黄色的 就像玉米一样 可能鸡 比较喜欢玉米 黄色吧 它只要是喝水的时候 然后会碰到这个 这个水呢 就会从里边 流出来 它是一个自动的系统 大家需要的话 回来我专门做一期这个 后面呢 就是这样 还准备在把这个 吃的地方 也准备做一条管子 放到外边 到时候我们就 直接往里边蓄就可以了 不用跑进来拿 在这个中间呢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下雨的时候也轮不到 所以这个食物呢 一直可以在那边 没问题 那这个开门的地方呢 这边用了两个 万用的荷叶 防水防浮的 然后这边呢 用了一个 fence door 关闭的锁 我们这边呢 就是说这个门 只要一合上 它就会自动关上 打开的时候 这边往上一跳就可以了 上面呢 上面呢 这个 这个是 空调的 外边的那个网 因为不够了 就差一点 所以这边就用了个 这样的网 这边有准备去 准备养 鹌鹑或者 养鸟 还没有 最终决定 如果看视频的你 有更好的想法 可以留言给我 谢谢 刚才这个管道呢 从这边 这边小鸡 是可以够得着 慢慢它随着长大 我想不知道 能不能够到最上面 但是 够用了 这边呢 就是我蓄水的地方 那 我准备将来呢 要在这边做一个 五个加轮的桶 然后 佛州这边雨水比较多 这边做一个嘎吵 然后下的雨呢 这个雨水正好流着 进到这边 然后就作为一个 循环系统 自动 循环系统来用 对 那 这个机房的地方 还有这边 那也是透气的地方 所以前后顶部 都是透气的 那这些呢 这些 框架呢 是旧的木头 啊 只有下边的 这个木头 我用了大概三根 四根 这是买了 四个 四个柱子 一共买了八根 这种木头 这是最便宜的柱子木头了 一根五块多吧 这种的一个五块多 我做之前呢 每一个地方都油漆了 我的油漆呢 也都是 剩下的油漆 也不是买的 入府是买的 新的 然后 这个柱子 买的是新的 其余的 哦 还有这个网是买的 剩下的这么多 都是旧的 现在里面是不会漏雨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 大家的观看 有什么好的建议 和想法 可以告诉我 留言给我 谢谢 下个视频见 拜拜